要问盗墓男神是谁 那非张启霖莫属了 南派三叔曾说过 张启霖是人间看不见的角色 他自带强大的气场 是陡中王者 言语不多 却心地善良 三叔对于张启霖身形的描写是 身高180公分 身材匀秤 肌肉纤维密度惊人 有很多演员都饰演过张启霖 他们也都各具特色 那么你心中的小哥是谁呢 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八个版本的张启霖 我们先来看老九门版张启霖 扮演者黄天奇 他算是这些小哥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扮演者 之所以很多网友表示没见过 是因为这是三剪片段 这位少年张启霖 沉默寡言 表情冷酷 很有解分原版小哥的味道 但毕竟年纪太小 也没有打戏 无法与其他版本小哥相对比 所以他不参与排名 第七名 云景天空的张启霖 扮演者赵东泽 这版的小哥气质诡异 身材看起来软扑扑的 丝毫感受不到小哥的强大 更没有小哥应有的威慑 此外造型师的设计也相当有想法 你个直牛海不说 还是染个色 看到他的张启霖 让我想起小板小哥的一句台词 我才是真正的张启霖 属丝没有想到 小哥打架还会摔屁股蹲 难怪有网友调侃 要把这个张启霖汗死在青铜门里 第六名 电影版盗墓笔记里的张启霖 饰演者景博然 这版小哥的外形 可以说是最不像小哥的一款 没了小哥本身的灵气和清秀的味道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都透露着那种若有若无的忧郁 最让人接受不了的 就是这个造型 把小哥的形象 设计成了坐山雕般的粗糙汉者 而景博然几乎用一个表情 走完了全部剧情 原著中的张启霖 沉默少语 只会默默站在一边 而景博然版的张启霖 却话很多 还容易动怒 缺少了张启霖应有的神秘和稳重 但相对于云顶天空版的小哥 景博然版的打戏 还是更有力道一些 第五名 电影爱情公寓版张启霖 扮演者赵志伟 影片开头出场的时候 有惊艳到我 小哥的记事感太强了 古老的青铜门徐续打开 一席黑衣的小哥走了出来 精致的五官上 呈现出冷漠而淡然的表情 当张启霖与无邪站在一起 相似而笑的那一刻 给了稻米们满满的回忆杀 这一版的小哥多了一点煞气 酷酷感 动作气氛也是干净利落 在片中贡献出的一些笑点 更是浑然天成 让人在冷酷的外表下 感受到一种呆猛感 只可惜这版是个喜剧 小哥的武力值有所削弱 不然排名应该还能靠前 第四名 重启之极海厅能力的张启霖 扮演者黄俊杰 打戏干净利落 小哥自身的那种强大肉眼可见 外形挺拔俊老 侧脸颜值也不错 但黄俊杰版的张启霖 少了份高冷 眼神里和其他羁板有不同之处 那就是温柔 此时的铁三角都与人道中脸 是彼此之间分不开的人 这个时期的张启霖 在无尽的孤独中 扭着铁三角的陪伴 所以她的眼神里 有了一丝温柔 沾了烟火气 变得有人情味了 甚至在电视剧结尾 还被胖子戏称为外卖小哥 第三名 陆海前沙 擎脸神树里的张启霖 扮演者 承意 外貌上基本符合原著的要求 白镜的外表 加上181的身高 都和原著不谋而合 不过她的五官太过疏生气 因此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 剧中张启霖冷漠淡然的气质 承意拿捏得非常好 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曾进行过三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还甩掉了15斤体重 在人物塑造上 自然不作作 耍帅的痕迹也不重 但属于小哥的安全感却不够 整体来说算合格 但不出彩 下面我们先来聊聊 两款最强版的张启霖 八个版本的小哥张启霖 前两名是最具争议的 有人认为洋洋版的最帅 外形气质 特于原著贴合度最高 也有人认为 效于两版的更接地气 更深入人心 那么这节视频 我们就来把这两版小哥 做个详细的剖析对比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我们先来说洋洋版的张启霖 她是很多人心里的白月光 均印笑草出生的洋洋 把小哥的高能孤僻 展现的凌凌紧致 当时洋洋正处于颜质颠峰气 脸型和表情 完美贴合同人纸片人 就连这虐待沙马特风格的 遮掩刘海造型 她都能凭借自己的颜质 而且洋洋的身高 也恰好符合张启霖 原著里面设定的180公分 洋洋所饰演的张启霖 眼神里是一种默然 她一出场就自带神秘感 外表冰冷 但却默默保护别人 她的打戏也是行云流水 各种招式动作熟练利落 堪称是这部潮点满满的剧集中 最大的亮调 虽然这版盗墓笔记的评分并不高 但洋洋仍旧凭借小哥一举 提升人气 至今人是某些网友心中的最爱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到洋洋扮演着张启霖 完全就是原著中的那个小哥 最后就是沙海和中级笔记版的小哥 扮演着萧雨良 她不当外形极其贴合张启霖这个角色 而且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颜值也高 学跳舞出身的她 动作戏都做得特别漂亮 在细节上萧雨良还是用心了 比如书中说 张启霖双指起场 萧雨良就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握拳姿势 沙海里几个不多的出场 并惊艳了不少人 或者在终极笔记中戏份多了不少 从外形到神韵 以及出彩的动作戏 都让她成了很多观众追这部剧的动力 无论是大闹行乐饭店 还是勇闯希望母公和张家鼓楼 这把门油瓶都演出了书中 张启霖的那种强大魄力和安全感 无邪曾说过 门油瓶身材陨秤 面无表情 穿着西装倒是非常潇洒 惹眼的要命 萧雨良的西装戏粉 当初着实惊艳了不少人 张启霖的角色和淡漠出城都恰到好处 这样的条件才能完全展现张家族长的风采 她演出了行神皆在的小哥 一个动图都可以看好几遍 与其他版本的张启霖相比 萧雨良扮演的张启霖最具人性化 她把张启霖演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神 张启霖也会流血 痛苦 她又拥有人类的忧郁 孤独 迷茫 以及对感情的渴求 张启霖孤傲 轻浓的外表下 也有一颗让人心疼的灵魂 羊羊版和萧雨良版的小哥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谁第一谁第二 这个艰难的抉择 就留个大家来评判吧